第309章 拜师礼 取掉这一千五百万,手上还真没几个钱了,花费如此巨大,庄瑞自然是要对这重建的四合院提出诸多要求了,不过他最注重的当属洗手间了,这也源于儿时的生活。 在90年代以前,不光是北京的四合院,就是全国各地的平方区,也都是使用的公共厕所。 7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有记忆,那会儿所说的革命工作不分贵贱,这其中所谓的贱字,其实就是说掏大粪的。 庄瑞儿时住在老宅子的时候,可没少在过年的时候往厕所里面丢过鞭炮。 也经常半夜憋着男手,踢着裤子往厕所跑。 所以对于这套四合院,他首先要求的就是一定要有独立的洗手间,最好是把每个院子的主卧室旁边的房间都改造成洗手间。 另外就是厨房了,外面的建筑可以沿用古建的形状结构,但是里面一定要现代化,否则整个烧火的大灶台在里面。 恐怕就是装我来了,那也不会使用。 谷哥,这四合院里有个地下室,到时候你帮我试断一下,重新搞个通风口。 另外,再装一个厨师设备,防盗安全要做好一点,我准备当收藏试用。 庄瑞第一次来的时候,就知道这四合院有个储物用的地下室,刚好在后院主卧不远的地方,庄瑞当时心中就有了计较。 行,还有车库的侧门是吧,我都记下了,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,等整体的施工效果图出来之后,让你签字的,有什么要求那会儿再提也不完。 虽然庄瑞像事儿妈似的提了一大堆的要求,不过谷云始终是笑眯眯的,都说顾客是上帝,谷云显然对这句话理解得很透彻。 一千多万的工程造价,即使不偷工减料,也能让谷云赚个钵满盆衣了。 事情谈妥了,庄瑞把大门钥匙也交给了谷云,就等着效果图出来之后施工了。 对于这冒着酷暑来看房子的周教授,庄瑞的心里有些过意不去,初言邀请道, 朱老师,咱们去吃个饭吧。 周教授摆了摆手,说道, 不去了,回头让欧阳老弟给我准备几瓶八零年的茅台就行了。 小谷,你也跟我来吧,这康熙年的资料,还不知道被他们收拾到哪个角落里去了。 眼看庄瑞这套宅子要推倒重建,周教授感觉有些富人所托,当下就急着要去查找资料。 那些资料虽然保管得很好,不过数量太多,恐怕要翻上半天,所以周教授才喊上谷云来帮忙。 不过庄瑞却是不知道,那所谓的几瓶八零年的茅台酒,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。 庄瑞锁好大门,把钥匙交给古云之后,看着他们开车离去,自己才上车离开。 房子的事情搞定了,庄瑞心里轻松了不少,却又不想回玉泉山,因为那通行证还没有办好,进出的时候很麻烦。 庄瑞打了个电话给老妈之后,知道没什么事,干脆翻出电话本,找到了孟教授的电话。 德书可是一直催着庄瑞去拜访一下自己日后的导师,左右今天没事,庄瑞就拨打了过去。 听到是庄瑞打来的电话,孟教授很惊喜,让庄瑞马上到家里来,正好中午一起吃饭。 庄瑞想了一下,也没客气,路过一个农贸市场的时候,看到有人在路边卖老编。 庄瑞小时候下河捉过的东西,看着像是野生的,就买了两只。 周教授所住的地方是京大的教师村,位于京大校园的后面,绿树成衣,还有个人工湖,环境很是优雅。 庄瑞将车停在周教授所说的楼下之后,拎着两只王把就准备上楼。 庄瑞哥哥,爷爷说你要来,我都没去逛街,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,你手上是什么呀? 周教授住的是二楼,庄瑞还没进单元,就听到二楼阳台传出一阵清脆的喊声。 抬头看去,却是孟秋千那丫头。 等着大眼睛,看着庄瑞手上的王把,脸上呈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。 庄瑞抬头黑黑笑了一下,进入到了单元楼里。 孟教授早就打开门,在等着了,看到庄瑞手上的老鞭,也笑了起来,说道。 小庄,我可是不收学生礼物的,你拿着这东西算什么呀? 孟老师,来的路上看到有人卖,像是野生的,就买来给您补补身子,算是学生的拜师礼吧。 庄瑞在陕西和孟教授相处过一段时间,知道他为人很和善,笑嘻嘻地开起了玩笑。 孟秋千那丫头,拿着一个洗菜用的盆子跑了过来,让庄瑞把两只老鞭放到盆子里去。 孟教授饶有兴趣地蹲到地上,看着盆中的两只老鞭,口中还煞有其事地评价着。 嗯,四肢发黄,唇鞭厚实,是野生的,这个头也不小。 老鞭肉可知虚劳到海,腰酸腿疼,还能自饮补膳,清热消愈,健脾健胃。 小庄,谢谢你了,这礼物老头子我收下了。 听到孟教授的话后,小丫头急了,两只手端过盆子,护在身前,说道。 不行,我要养着,爷爷不准吃。 赶紧把庄瑞买的这俩老鞭当成是宠物了。 好,爷爷不吃他买,小庄,来,进屋吃饭吧,今儿个儿我可是漏了一手。 孟教授对这个孙女很宠溺,让他把老鞭端到厨房之后,招呼庄瑞到饭桌边坐了下来。 孟教授的手艺还真不错。 从庄瑞打电话到现在,不过三四十分钟,已经是做好了七八样菜。 厨房里还炖着只老母鸡呢。 庄瑞哥哥,这个可乐鸡翅可是我做的,你尝尝好不好吃? 孟秋千把一盘炸得金黄的鸡翅放到庄瑞的面前,满眼细绩地看着庄瑞。 哎,我自己来,自己来,看着小丫头准备给自己夹过来,庄瑞连忙拿起筷子夹了一块,放入嘴里。 这,这是可乐鸡翅。 庄瑞强忍着,没把口中的鸡翅给吐出来,不过味蕾却是失去了知觉,这味道也忒闲了一点吧。 是啊,我做的不好吃,我也尝尝。 小丫头看到庄瑞的脸色,差不多已经能猜出来,自己的杰作似乎并不怎么样。 夹起来一块鸡翅,却是只咬了一点,她可没有庄瑞的忍耐力,当下就吐了出来。 又失败了,卢卡斯,来,有好吃的了。 小丫头的眼睛滴溜溜的转了一拳,把竹椅打到自己养的那只卢卡斯身上。 这不料,原本趴在饭桌旁的卢卡斯,一跃而起,嗖的一声,钻到房间的床底下去了。 看得庄瑞彭腐大笑了起来。 有了小丫头的插壳打魂,这顿饭吃得倒也愉快。 吃过饭之后,孟教授把庄瑞带进了房间。 孟教授指着放在桌子上的一桌书,对庄瑞说道, 知道你这段时间要来北京,复习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,有什么不懂的地方,就直接来家里好了。 谢谢孟老师,以后少不得要经常来麻烦您。 庄瑞翻看了一下,都是些古汉语和化学类的书记,针对性比较强。 正适合他看。 孟教授下午还有事情,庄瑞在请他指导了一下复习重点之后,就出言告辞了。 倒是孟秋千这个正在放着暑假的小丫头,有些舍不得。 在让庄瑞答应下次带白师来之后,才放庄瑞离去。 开着车的庄瑞忽然听到手机响了起来,看了下号码有点陌生。 按下接听键之后,里面传出一个很好听的女声。 喂,请问是庄先生吗? 我是庄瑞,请问你是。 庄瑞将车靠往路边,接起了电话。 哦,是这样。 庄先生,我是北京电视台的。 想对关于明天前往济南参加健保活动和您确认一下,请问您确定明天可以参加这次活动吗? 原来是这次鉴定活动的组织方。 孤老爷子说了,他们会给庄瑞打电话的,只是一直都没有接到电话。 庄瑞本来有些奇怪。 当下说道, 可以参加,具体行程是怎么样的,麻烦你先说一下。 如果您方便的话,明天在电视台其中,然后我们有车开往济南。 中午吃过饭休息一下,下午三点钟就开始现场健保活动。 在济南住一天,第二天上午还有半天的时间活动。 下午会组织嘉宾们游览下济南的名声,晚上返回北京。 刘家是这次现场健保活动的主持人,也是这次活动的监制。 今天早上才收到关于庄瑞这位御师协会理事的传真资料的。 不过上面的年龄让他有些不确定。 二十五岁,这也忒年轻了一点。 刘家又打电话和御师协会相关负责人确认之后,这才给庄瑞打的电话。 这也不怪刘家,要知道,这次参加现场健保活动的人来头都不小。 有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,有著名拍卖公司的总经理,还有国内的书画杂件鉴定专家。 以庄瑞那二十五岁的年龄混迹其中,的确会让人产生一丝不信任。 行,明天我会准时到的。 庄瑞答应下来之后,就挂掉了电话。 对于他而言,单纯的分辨玉石甚至古文的真假并没有什么难度。 只是要说出这些误解,真在哪里,假在何处,这才是庄瑞所需要学习的。 第二天一早,庄瑞就驱车赶到了京城电视台。 由于对道路不怎么熟悉,需要用电子导航指路,又怕堵车。 所以从玉泉山出来的早一点,刚刚七点四十分就已经到了。 不过在电视台门口,庄瑞被拦住了,原因无他,因为他的车牌是外地的。 这点头,进京上方的人太多,部委大院进不去,中央台的警卫也很森严。 很多上方的人就退而求其次,经常往京城电视台转。 所以,没有电视台发的通行证,或者是北京拍摄的车辆,一般都是不让进的。 哎,我说,有这通行证也不让进。 庄瑞指着车前面那张昨天才办好的玉泉山疗养所的通行证,对看门的那个年轻武警说道。 对不起,这个通行证不能进入这里,请问您找谁? 那个武警战士给敬了一个礼,看了一眼那张特殊开头的通行证,却依然没有放行。 是电视台邀请我来的,哦对了,给你这个。 庄瑞想起那张邀请函,连忙从车窗里递了过去。 这东西果然好事,在核对了庄瑞的身份证之后,就被放行了。 在电视台大院里面,已经停了辆豪华的中拔车,一个身材高挑,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女人正站在车前,不住地往门口张望着。 看到庄瑞的车进来之后,特意看了下车牌,见是外地牌照,就没怎么留意。 刘家作为京城台的花旦主持人,虽然主持过不少的现场活动,不过作为监制独立策划节目,这还是第一次。 加上又是与外地电视台联合举办的,所以心里也有些紧张,一大早就赶到电视台,准备迎接此次健保活动的嘉宾。 最近几年,古董投资市场大热,就连中央台都开办了健保节目,地方台更是争相效仿。 这次现场健保活动,就是京城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收藏天下栏目组合办的。 台里的领导对这次节目也很重视,摄影主持队伍都是台里的顶梁柱。 喂,你好,我是庄瑞,现在已经到了电视台了。 庄瑞停好车之后,拿出手机,按着昨天那个号码回拨了过去。 你好,庄先生,我是刘佳,我就在院子里这个车旁边,怎么没有看见您呢? 刘佳的眼睛可是一直都盯着电视台大门出的,这会儿离上班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。 进出的人很少,除了一辆外地车进来之外,他没有发现有人进来。 我开车进来的,可能你没看见我吧? 啊,好了,我看到你了。 庄瑞停车的地方本来就在院子里,绕过那辆中巴车的车头,就看到了正在打电话的刘佳。 此时,刘佳也看见了庄瑞,连忙挂掉电话,向庄瑞走了过来。 伸出手说道, 你好,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和监制,我叫刘佳。 我是庄瑞,很高兴参加你们的栏目。 庄瑞伸出右手,握了一下对方的柔弱无骨的小手,打量了对方一下,不由地在心中赞了一声。 刘佳今天穿的是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,西装式的开领,将浇好的面容下面那修长的脖子和锁骨显露无遗。 再往下看去,一对不大,但是却很坚挺的所在,将职业装秀出一个完美的线条。 盈盈一卧的仙腰下面,那齐西的短裙使得高翘的臀部向外突出,如果从侧面看去,肯定是一个完美的S型。 以庄瑞的眼光来看,这位主持人除了身材比秦宣兵稍矮一些之外,其相貌气质都有得一拼,只是这脸上的笑容有些职业化了。 在庄瑞打量刘家的时候,刘家同样也在观察着庄瑞。 从对方的资料上来看,这位御师鉴定专家比自己还要小上一岁,这就足以引起刘家的好奇了。 一米八左右的身高,相貌很普通,不过透过脸上的镜片,看到庄瑞的眼睛之后,刘家微微吃了一惊。 那双注视着她的明亮眼睛里,向外散发这种极强的自信,使她原本有些普通的相貌,也变得生动活泼了起来。 庄瑞穿得很低调,上身是灰色带格子的短袖衬衫,下面配了一条西裤,这是她昨天特意去品牌店里买的。 现场健保,要面对很多人,总不能还是牛仔裤配T恤衫吧。 不过注定庄瑞这套花了两千多元的行头,还是穿不出去。 因为在和刘家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之后,他就被引上了中巴车,而在车内的一个小伙子递给他一件崭新的连体长衫。 说是嘉宾们的统衣服装,并且拿出一个袋子,将庄瑞原本穿的衣服给装了起来。 庄先生,给您介绍一下,这位是我们电视台的朱台长,也是这次活动的领队。 等庄瑞换好衣服走下车之后,刘家的身旁多了一个戴眼镜的中脸人,皮笑肉不笑的和庄瑞握了下手。 显然对面前的这个专家有些不以为然,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子来,台长会亲自出马,估计就是个副台长吧。 庄瑞也没在意,这都是意想之中的事情,和那位朱台长打了招呼之后,就上车吹空调去了。 虽然是早上,这天气也热得让人有点受不了。 又等了十多分钟之后,另外几位鉴定专家也都一一到来了。 庄瑞坐在车上发现,那位朱台长原本不苟言笑的脸上,马上堆满了笑容。 快步上前,用力地握住几位专家的手,连到久仰。 倒是那位主持人感觉有些冷落了庄瑞,上车陪庄瑞说了一会儿话。 人到齐了之后,朱台长大手一挥,中巴车驶出了电视台。 加上庄瑞,一共是六个人,就是此次健保活动的专家组了。 只是另外五位相互之间都很熟悉,来到之后有说有笑的。 虽然没有刻意的冷淡庄瑞,但是也没有人去找这个小伙子交谈。 很高兴能请到诸位专家来参加这次民间健保活动,弘扬民族文化。 我是京城电视台的刘家,到济南还需要三个多小时,大家是不是相互介绍一下呢? 刘家看到庄瑞坐在窗边,也没有人和他交谈。 显得有些影单身孤,于是站起身来,活跃了一下气氛。 小刘,你可是咱们京城电视台的大拿呀,谁还不认识你,我老金可是你的粉丝啊。 一位长得胖胖的,四十多岁年龄,圆脸的中年人,调侃了刘家几句之后,率先开口说道。 我姓金,在故宫博物院工作,朋友们都叫我金胖子,各位都是老相识了,就不用多说了吧。 庄瑞听到这人的名字之后,抬起头,打亮了他一眼。 金胖子的名头,他听德书提起过,专攻书画类的鉴定。 是那位姓爱新觉罗的书法大师的嫡传弟子,在行内的名头很响,没想到,这次也被电视台邀请到了。 哦,我叫钱君,和在座的朋友们大多也都打过交道,现在京都拍卖会工作,专业上肯定是不如各位了,不过对于股丸市场的价格还是了解一点的。 周围要是有什么好物件,不来找我小钱,那可是不够意思啊。 坐在庄瑞前排的一个中年人也站了起来,自我介绍了一番,在座的几位专家恐怕就是他的年龄和庄瑞最接近,应该是三十七八岁的模样,脸上一直带着笑容,可能是只也使然吧。 随后,另外三个人也站起身一一做了自我介绍,在古玩圈子里打馆的人大多都是鲸鱼事故,几句话说得车内的年轻人们哈哈大笑起来,车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。 那三个人的名头,有两位庄瑞曾经听说过,坐在庄瑞身后,长得精瘦的那个六十出头的老者,外号叫做孙大胜,是国内著名的杂箭鉴赏专家,和德书的关系不错,庄瑞曾经见过他和德书的一张合影。 而另外一位,是青铜系和古董家具的鉴定专家,年龄在武师开外,人很幽默风趣,庄瑞也听说过他的名头。 最后一位起身自我介绍的叫田凡,是金胖子的同事,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,对陶瓷系的造诣很深。 这人的话不多,站起来说了几句就坐下来,还是金胖子出言帮他补充的。 中瑞虽然没有什么专家情节,不过能和这几位国内著名的古丸收藏鉴定专家在一起,心里也是微微有些激动。 别的不说,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几手,也就是此行不虚了。 古丸一般分为六大类,瓷器,包括陶瓷之类的,青铜器,杂像,包括牙雕,木雕,竹雕,笔烟壶,漆器之类的,都是。 书画,玉器,家具,在这车内,基本上每个领域内的专家都到了,也算得上是阵容强大。 庄先生,您也坐下自我介绍吧。 正当中瑞给这几人划分类别的时候,耳边突然传来溜家的声音,不由得愣了一下。 他刚才压根就忘了自己也是受邀的玉石类鉴定专家,也在有资格做自我介绍的人行列之内的。 中瑞连忙站起身来,微微恭了一下身体,说道。 能见到古湾行里的诸位老师,心情有些激动,小子叫庄睿,对翡翠玉石有点研究,现在玉石协会挂个离世的闲职。 不过对古湾也是很有兴趣,也借这次机会,向诸位前辈多多的请教一下。 嗯,年轻人嘛,多想几位老师学习点东西,总是没有坏处的。 猪台长的声音有点阴阳怪气的,他是心中有些不犯。 这次活动邀请的各个单位,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,在圈内都是数得上的人物。 唯有御师协会不怎么给面子,居然派出了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。 这让猪台长感觉有些没面子,所以一直都没给庄睿什么好脸色看。 庄睿淡淡地看了下那出言几对自己的猪台长一眼,这是没有说什么。 屁大点官就耀武扬威的,庄睿根本就是懒得搭理他。 不要说什么学习,小庄年纪轻轻的就能在御师行里出头,肯定是有一手绝活的。 日后大家多交流一下,说话的人是那位拍卖行的总经理,他是生意人,自然是八面玲珑,虽然庄睿年纪轻轻的,却也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。 是啊,不知道小庄喜好哪方面的古董啊? 金胖子也笑呵呵的说道,对于这个年轻的小家伙,他们心里也充满了好奇。 二十五岁的御师协会理事,他们还真是第一次得见。 杂剑和瓷器都有涉猎,在中海跟德书学过一段时间。 庄睿有意提到了德书的名字。 老马?哎呀,那咱们不是外人,来来来,坐到前面来。 马老哥还好吧,有段时间没来经理了,我还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他呢? 庄睿此话一出,孙姓老者马上给他招手,让他坐过去。 以他和德书的关系,不关照一下庄睿,实在是说不过去的。